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annuity在application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possiblefunding的situation 就是在放钱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有哪些状况 在non-qualified 也就是用non-qualified的钱 来做funding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cash checking account saving account 通常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你是用1035的exchange 就是从别的产品转过来这个年金的时候 有可能会没问题 但是也可能会遇到保险公司刁难 他们可能会要求你 要使用medallion signature 可能会require 如果需要做到这个的话 有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了 那接下来如果你是用qualify的钱来看的话 那他们你在做application的时候 会有一个form 那个form叫做authorization transfer funding form 每一家的form的那个名字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呢 他们这个form呢 有分为保险公司自己的form 或者是你的funding source 自己的own form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放在AERA 放在401k的那个机构的form 最简单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你submit保险公司的form 就一次过 这是最简单的 最没有麻烦的一种情况 但是你也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你的钱 你的41k 或你的AERA 可能放在银行里面 那银行可能会要求你说 你必须要用我自己银行的form才能过 那出了这样子还不打紧 有的funding source 可能还会要求你要公证 就是说你在签名说 我要把我这个41k 或是AERA的钱 我的qualify的钱 从这里移到年金 这个时候呢 他们可能在你的signature的时候 在你签名的时候 要求你要做公证 那我遇到最麻烦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需要多方通话 也就是说要funding source 例如银行 或者是你fund 在mutual fund的这些公司 这是一方 第二方是保险公司 第三方是这个客人 第四方就是我们的agency 做一个四方通话 funding source 问客人说 你是不是真的要把钱 从我们这边放到保险公司 客人会说对 保险公司也会说对 然后我们agency来作证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做好之后呢 funding source才会给钱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在做annuity的funding的时候 在做这个application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 但是如果遇到了 也不用害怕 都会有解决方式 谢谢大家